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这个当舅舅 应该给他指条明路呀 你的意思是 这个林宋凡是一颗很好的棋子 剪刀杀人 你现在手上不是有可以推倒 唐富山的料吗 现在又多一个 想置他于死地的人 你何不顺水推舟 坐等渔翁之力呢 美媛 你的意思啊 我都了解 可是你知道吗 要搬到唐富山这老狐狸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他太狡猾了 少有不慎 他到最后拼火烧身 毁了毁了我们自己 就是因为他是老狐狸 我们才得先下手围墙呀 他这么多疑 早晚会发现你的 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得死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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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这些把握不得不能 得从长基因 从长基因 你从多久之前 就跟我说从长基因了 文青 你答应过我 只要我离开唐富山 你就带我远走高飞的 你都忘了吗 你看你看 说着说着你又着急了 你说的这些我全知道 我就是已经受够了 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也受够了 等唐嘉宜长大了 他就会把所有东西 都交给唐嘉宜 到那个时候 我们只会成为上家之犬 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你跟他在一起 打拼了这么长时间的江山 你就忍心眼睁睁 看着自己一无所有吗 就算你不顾忌自己 你也要顾忌我们的孩子呀 你说什么 我不想让他一出生就见不了人 我们有孩子了 你怀孕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你放心 为了我们一家三口 我是该有所行动了 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 我太了解他是一个什么人了 放心 我早有准备 你在 看什么 看西湖啊 和你一样美 怎么淋这么多东西啊 我帮你 我忘了带颜料 你等等啊 我 köt吧 看西湖啊 放平 你好 您给我莫大的电话 你关机 居然敢关机 六大爷 胆肥了 文文 我进 你把那蛋糕摆一摆 摆在那棍 那边 那边 喂 你好 六油油甜品店 好你个老初男 竟然给我关机啊 我我我没没没关机啊 我我那什么 我的那个手机 他他他没电了 好 现在我陆雨晨就规定你 以后我的电话 一个都不准漏掉 喂 你好歹也是一淑女 你能不能不那么野蛮 你忘了 我是你的债主呀 现在 马上到中山公园来 我马上立刻不了 是你强迫我给你当苦力 我可没答应啊 再说了 我这忙得脚大好脑勺 我哪有那时间啊我 来不来 我不来 你你你玩你的吧 我先挂了 你以为人家愿意吗 人家在这个公园里面 把脚给扭了 难道你打算见死不救吗 不是你 你你骗我吧 你爱信不信 我骗你不就分分钟吗 我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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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你 我骗你 你骗你骗你 骗你骗你骗你 我骗你骗你骗你 这才叫衣服嘛好不好 平时穿的什么东西呀 我这是极大程度上 提升你的穿衣品位 喂 宋凡 现在 我想见你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见面就知道了 玩我吧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不是要跟林宋凡出去吗 我回家拿颜料 可宋凡就不见了 我回家拿颜料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这叫什么事啊 他怎么这样啊 别着急 我给打电话 我给他打 通了 喂 您拨打的电话准备通话中 挂我电话 悠悠 我有急事先走了 忙完联系你 你想回家吗 我们不用找了 先回去吧 什么 怎么了 他发了短信 说有事先回去了 你是说 天台上的那个人 是唐富山 没错 就是他 他画成灰舞都宣得出来的 也就是说 你父亲当年跳楼的时候 他就在现场 是的 他就在天台上 这个录像不会撒谎 我一直以为我爸当年 是被唐富山逼死的 但看了这个录像 我开始怀疑 我爸当年在天台上 就是被唐富山给推下去了 黄凡 你要冷静 这个录像不能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唐富山知道的 比现在更多 能说明他就是 杀害你爸爸的凶手吗 不能 因为我们谁都没有看到这一切 如果 要是唐富山亲手爸爸 推下天台的 我就是同归一军 要是唐富山死 这录像是谁给你的 不知道 一个陌生人发过来的 说明是一个叫神章正义的 这事没这么简单 给你视频的这个人 才是居心叵测 他是谁 他想干什么 这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但这个录像是真的 我已回家 你别担心 改天我们再约 去画画 宋凡 复仇的路并不好走 这些年我们都一起经历着 我比以前更加担心你了 因为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放一下悠悠 这两天 我也自我反省了一下 我觉得我太极端了 尤其在 面对沈悠悠的这个问题上 我承认 我妒忌她 很明显 你认识她以后 整个人变了 变得开朗 活泼了很多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多么希望那时候 你就是一个 没有血海深仇的人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 快乐 幸福的普通人 雨传你知道吗 我 注定了只有一条路 无法回头 这个事情没有了结之前 我是无法开始新的生活 这是个人 我不敢 有没有 你是个人 你不是人 的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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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大头 去梅花弄 我知道你来找我做什么 班大梁哥 我告诉你 那天真的是误会 我跟小乐没什么 别紧张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来看看小乐 顺道 看看你 我跟小乐就是普通朋友 就这么简单 无话不谈而已 小藤啊 这个 现在这儿就咱俩 有什么说什么 别拘着 按道理讲呢 你们有你们的世界 我这当哥的 不应该过多地参与 对吧 谢谢你 但有句话 我必须要警告你 谭嘉义 刘小乐 是我刘大梁唯一的妹妹 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欺负她 如果你要是喜欢她 可以追她 追到追不到那是你的事 她要是答应了 我无条件让她跟着你 但咱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你犯那些富二代的臭毛病 玩人 我刘大梁的念不值钱 是小乐 明白吗 我说 前一句话 明白了 这后一句话 不太明白 什么意思 不说 你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 跟那些俗人还有什么区别 我有钱怎么了 我出生就有钱 但我从来都没把钱当回事 这话中听啊 有点骨气啊 那你告诉我 在你心里什么最重要 事业 除了事业呢 没必要告诉你吧 卡天一 我只想知道 在你心里 爱情重不重要 大梁哥 我清楚清晰清醒地告诉你 爱情在我心中比什么都重要 好 好 我看到了 你怎么来了 路过 顺便来看看 进来吧 坐吧 你怎么了 气色好像不大好 东奔西跑 劳碌命吗 悠悠呢 在画廊呢 她最近还好吧 我帮你泡杯茶吧 别 我坐一会儿就走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事 就有点累 这个岁数了就别拼了 身体最重要 是啊 等到这个岁数 身体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心灵 可能最近老了 想的事情越来越多 以前不在乎的 现在就变成日思夜想的事情 年轻的时候只顾着赚钱 想闯一番事业 现在年纪大了 总想待在家里 跟老朋友 喝喝茶 聊聊天 就会觉得很踏实 很满足 尤其是 尤其是跟你们母女重逢之后 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 总是 隔三差五地 想过来看看 就怕你不喜欢 你怎么想起说这些了呢 没事 只是续道续道 跟你说出来就舒服了 你想来就来吧 这岁数了 心情最重要 有一句话 可能你会见笑 我今天踏进这个门之后 就感觉这是我的家 我看 我还给你泡杯茶吧 这究竟是不是我的家 这可以是我的家吗 你 雪妹 这么多年 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真相 我只想知道一个真相 难道真相 对你那么重要吗 很重要 好 唐先生 因为她真的不是你的女儿 你也知道 那一年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的时候 我突然知道你娶的不是我是别人 你当时理解我的心情吗 我真的想寻死 这么多年来 我是怎么度过的吗 你知道吗 原来我以为 这一切都过去了 不想再提了 可是你突然 出现在我面前 你口口声声的声 说悠悠是你的女儿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 你了解我的心情吗 我以为你 雪妹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是我不对 但是这些年来 我都满怀内疚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就故意让我 终身后悔 不认识 悠悠这个年龄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除了我 那个时候 你根本没有其他男人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 清楚地知道 悠悠的爸爸究竟是谁 这是我的私事 跟你没关系 我知道你恨我 你不愿意看到我们妇女相认 你要看着我 四爷带着这个遗憾吗 但是 雪妹 我对你 对悠悠 是全心全意的 你应该知道我是真心的 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唐先生 如果悠悠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事吗 雪妹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你也该回去休息了 阿絮 悠悠啊 过来 让唐叔叔看看 几天不见 又漂亮了 悠悠 你回来辛苦了 快去画室吧 雪妹 那又何必呢 我跟你说任何话你都不信 再这么继续下去毫无意义 妈妈 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 她是你爸爸 她挺像我想象中的爸爸 你胡说什么呀你 悠悠在跟你说什么 她没说什么 我看时间不早了 你该回去休息了 妈妈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悠悠 你怎么回事 回房睡觉去 来 没锁啊 说了没没锁啊 刘晓那儿 不是 刘大良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这女生是不是 谁给你放进来的 刘晓阿姨认识我 谁不知道我是你哥 我不能来看看你啊 不是 你来看看我干吗来了 我来看看你 都说了 顺道看看那个谁 唐嘉一吗 不是 你看唐嘉一干什么呀 我们俩男的碰着了聊聊天 没刻意找她怎么了 我跟你说过了以后 我的事你少管 这位小姐你很奇怪啊 我们俩男的聊聊天 又没聊你 你瞎激动什么呀 你放屁 我告诉你啊 你大闺女说话文明点 没教养 人我们就聊聊人生 聊聊理想 你俩 一个含着金钥出生的 一个果尼 一把江出生的 谁信呀 聊你 聊你妹呀 我就知道你妹妹好心 就是聊我妹呀 你心虚什么呀 不是你 等会儿啊 喂 刘大良 你啊 著名演员呢 你管我叫什么 不是 我发现你这装傻 装愣 还装瘸的 你不演戏盘瞎了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以为我没看见啊 你那脚根本就没事 你身清如燕的 你这一天不拿我当开心玩 你就特别不开心是吗 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 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小气 心胸那么狭窄啊 对 我狭窄 你们上流社会的人士 都很宽广 是吧 你们多善良啊 你们就喜欢玩人 对吧 行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行不 我请你吃饭 你说你要吃什么吧 不去 我请你吃饭你还不来 那行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给我三万块 我告诉你啊 哥们儿是穷 别以为一顿饭就能打发了我 拜拜 谁啊 女的 不是 你心虚什么呀 我问谁给你打电话呢 我打错了 鬼才心里打错了 你打错了 还聊得面后不够粗的 不是 凭什么呀 每次我的事你样子都过问 你的事都瞒着我 这不公平啊 凭我妹呀 谁让我是你哥呢 不是 你就欺负我吧 你到底找唐嘉宜干吗 唐嘉宜有一句话 打中我的心了 什么 她说 在她心里 爱情最重要 恶心 行 行 行 我也觉得挺恶心的 我告诉你啊 你在宿舍别老玩就玩 看书子 我做鱼晚上回家吃饭了 再见不送 找你们家阿姨去吧 我开始吧 줘 sever 你 有 不 有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取笑我 我这唇是业余的 很好啊 通过你的画 我能感觉到你在拼命地隐藏自己 有吗 我对你什么都没有在意 你对我就像是一个谜 我总担心你会在下一秒消失 是不是和我在一起没有安全安 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向我敞开心扉的 我会把这个故事告诉你 只不过这个故事又愁又长 你不嫌的烦就好 我感受到真实的你了 是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才是最真实的我 你知道吗 悠悠 我和你在一起 心里作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因为我不能说话 不会吵到你啊 不会吵到你啊 喂 我不能吞吞至泡面 还有个烟 少少点 对身体多不好啊 你的女朋友 很漂亮啊 叫沈悠悠 你看 我这些话打得太不是时候了 打扰你们 去产天的牙齿 抱歉啊 抱歉 我只是想着 不要再温柔相中乐不思蜀 你别忘了 你还有血海参宠礼包呢 悠悠 我们回去吧 为什么 我累了 我累了 闻闻啊 我要跟你说多少次 这账你每次都在这儿出错 你用点心行不行啊 有腰气 腰什么气腰气 欧巴 谁爸 什么爸 你害谁啊 人家是在叫你哥哥啦 那个 我我我我明白 就是姐 咱能不这么肉麻吗 不要这样嘛 人家做错事情了 我这次是专门来道歉的 道歉态度当然要好啦 不用了 这个已经翻篇了 就是过去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 好吧 我原谅你了 不行 人家还特地给你买了礼物呢 你看 你看 海维玛 这不是我的风格 我喜欢 嘻哈 还有 船上马 让人家看一下 不是这个 好意我心领了 这个礼物就不用 穿不穿 过来 太小了吧 你 欧巴 你真是我的 这叫什么 这才叫品味 以后跟姐出去也不至于太丢人 姐姐 我接受了 你可以忙你的劲 不生气了啊 不生了 今天我是特地来陪你的 你想玩什么 我陪你玩什么 不是 那个什么 我今天特别忙 你看我这儿挺忙的 这还有一 一一一对账没弄完呢 你先自己玩去吧 玩什么呀 你玩什么我玩什么 我会玩得多了 奉陪到底 看电影去呗 不去 没空 站住 干吗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不就跟你睡了一个晚上吗 怎么跟我欠了你两百万一样 我十三点 唐男一你太过分了吧 你太过分了吧 你叫我干吗呀 有大量 你不什么都会玩吧 这怎么了这是 你肿完了 你给我过来 你不要教我吗 我这不教你了吗 你快滑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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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六七八 走开 我不需要你教我 我曾经这都没了 非个人的死亡 我都会 哎呦喂 哎呦喂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你不是什么都会吗 我呀 笑话了吗 笑话了吗 你笑话了吗 你笑话了吗 会玩吗 会玩吗 哎呀好疼 你怎么玩了 你走了我 我好疼哎 你干嘛呢 你等着 你上哪儿去呢 你等着 你挖那鞋你看我 你上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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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佳音就是个混蛋 你要踹气 踹唐佳音行不行 踹我床干嘛呀 六小乐 我告诉你 我观察你很久了 你最近非常不对劲 扭扭捏捏 特别娘炮 一点都不像我认识的 金刚女侠 我 我有吗我 当然有了 尤其是提到那个 唐佳音的时候 你的症状特别明显 我告诉你啊 女人变得敏感 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更年期 一就是谈恋爱了 你不像更年期呀 那就是谈恋爱喽 怎么可能 你胡说什么呢你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爱上唐佳音了 我爱上她 你开玩笑呢 怎么可能 丘比特之间 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爱上她 你喜欢你 我爱上她 她不像别人 你早 belle 你不像件事 我对她的 你不像个人 带她 不知道 我 靓晴 替她 你 看她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同学您好 不好 怎么不好 不是 我说你怎么老阴魂不散地跟着我呀 你这样烦死了 我这不想请你看个电影吗 不去 没看我忙着呢吗 平时没看出来呀 挺大方的一个人怎么生气气了还斤斤计较的 谁生气了 我好着呢 行行行行行 你好 我不好行了吧 你凭什么不好呀 小军 我错了 我真心实意地向你道歉呢 希望你别跟我这种小人斤斤计较啊 晚上看完电影请你吃饭 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去的了 你要懂得把握机会 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 可是你现在怎么说啊 跟我哥一模一样呀 我像样的衣服都在这儿了 你自己好好挑一挑 把自己打扮得女人味一点 别整天像个爷们儿似的耍横 这样呀 人家想表白 也被你吓回去了 我老爷们儿 我还有事儿 先走了啊 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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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味儿 唐嘉宜 怎么呀 好看吗 好 好看 你嘲笑我是不是啊 我不去了 没嘲笑你 就觉得你这身吧 穿在你身上 怎么着 可 可爱 那你还笑 你找别人陪你去看电影吧 老梁啊 那就跟你废话 喂 别 别 你不能等啊 我都说了 我不去了 你要不去的话 那我可就买校园好了 买什么 喊 刘晓乐同学 跟我 睡过 唐嘉宜 你混蛋 你不是上去看电影吗 来这儿干吗呀 时间还很充裕啊 我教教你 女人应该如何打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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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再不听话的话我可就 我画我画我画 你女人啊 女人啊 你还女神呢 这个样子我穿过去 还不被同学吓我死 哎 不 不 柔中带羹 羹中有柔 一点儿都掩饰不住 你凶悍的本质啊 就她了